东南亚诈骗集团谋台湾人命 幕后中共一带一路打造炼狱 近日柬埔寨诈骗集团事件 因台湾受害者于今年激增 引起台湾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大众也从目前已获救的幸存者口中 经见目前东南亚各诈骗的手把 已经演化到害人惊悚的夺命气势 但由于光这半年内疑似被骗去的台人 人数和班级增加却绝大多数至今失联 而后演变成让交集的在台亲友付出赎金 许多却还是没换来顺利解救的机会 而外界也困惑的是 行之有年的海外诈骗 为何如今就突然特别的针对台人下手 当国际探究事件发展的渊源真相后 原来中共的一带一路竟是最大的帮凶 其实发生在台湾受害者的各种酷刑 在过去几年早就发生在中国受害者身上 每位被骗的中国人民所经历的如出一彻 从最初误入被囚禁必须执行网路诈骗 骗不到根本就不可能的高业绩就被各种施暴 若提出辞职或想逃跑 除了超高额的赔偿 其实也几乎走进了将被卖血卖器官的宿命 整个变本加厉的恶行若顺着渊源回溯 最初有所谓这些成为温床的诈骗园区 全败中共强势推进邻国的一带一路所赐 中共打着表面资助他国经济建设的名义 为东南亚许多国家融资盖了经贸园区 除了用庞大贷款套住弱势国家的命脉 也打造了更像中国烂尾楼的无用建设 但最可怕的是还间接帮助了中国非法集团 到这些园区扩展于该国的各种合作投资 也让这群中国前去的黑白流氓企业 得到了甚至包括当地军警同伙勾结的靠山 于是骗起自己中国人的生意更加有恃无恐 每年都有数十万中国人被骗前往东南亚 但由于诈骗集团用网路骗取中国境内的钱财 造成太过庞大的民间资金外流出境 让自己也须割人民韭菜的中共当局 赶借防疫为由限制民众出国以免损失韭菜 此后诈骗集团便很难招募到被骗的中国人 当原本被囚禁的员工也陆续遭杀害而缺人时 会中文的台湾人及马来西亚的华人 变成了中国非法集团下手的最佳对象 也由于他们诈骗自己中国同胞的手法更精进 让许多受害者相较以往更难察觉骗词的陷阱 而且诈骗集团早已不满足靠逼员工只去诈骗 因为骗取家属的赎金但不放人继续转卖 或是养成卖血血奴 打麻醉剂卖光器官 充分榨干一条人命的获益 反而更快更多 于是想尽办法先把台湾人骗过去就对了 回顾这一切泯灭人性的骗局起点 从中共当局套牢所合作弱势国家的国库 到背后纵容中国非法势力在异地搞诈骗 有鉴于此不仅台湾也包括了各个民主国家 更要万般提防中共吃人不吐骨头的作为啊